对于觉察到的事物,我们对其拥有主动权 而没有觉察到的事物,却对我们拥有主动权 在我看来这句话,几乎点出了自控力 答应好了自控力的全部的命令 今天这期节目,要向各位介绍两句能够帮助我们重启人生 重新收获行动力的咒语 Warp和Grow 经常看心理自助力的书籍的朋友 可能会对这两个缩写不陌生 Warp经常出现在积极心理学和客服 拖延有关的文章和书籍中 而Grow模型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教练技术模型 它们都涉及对目标动机以及行为的管理 我这边简单介绍一下 Warp代表愿望wish,结果upcome,障碍obstacle和计划plan 假设我们要实现的目标是减少娱乐,积极学习 每个部分的具体用法和话术如下 愿望的部分 确定一个重要且具有挑战性的愿望或目标 最好是那些虽然有挑战 但是通过你的努力能够达到的愿望 想象一下如果一切顺利 你最希望未来达成什么愿望 我希望我能花更多的时间学习 并且在这个过程中爱上学习 成为终身学习者 接着是结果 想象实现愿望后的最好的结果 这个想象要足够生动 话说实例 如果你实现了这个愿望 最好的结果会是什么 感觉会怎么样 我会获得更巧的能力 因此过上更好的生活 比如考上更好的大学 从事有价值的工作 结实理想的伴侣等等 接着是障碍 识别可能妨碍实现愿望的内在障碍 找到你认为最为关键的障碍 你认为在实现这个愿望的过程中 最可能遇到什么障碍 有很多制造焦虑的社交网络 容易成瘾的游戏和聚集 低质量的社交 以及最重要的 我似乎打心底里不觉得自己能够成功 这也许是一种习得性无助 最后是计划 制定一个表达为 如果怎么怎么样 那么就怎么怎么样的计划 以对应潜在的障碍 问题可以是 如果你遇到这些障碍 你将采取怎样的行动来克服它呢 如果我开始玩游戏或者刷抖音了 那么会深呼吸五次 然后把手机放到一个 我很难拿到的地方 如果有狐朋狗友约我出去玩 那么我就从我准备好的五个理由之中 找出一个理由来搪塞它们 如果我不由自主地产生了自卑感 开始自我攻击 那么我就打开笔记本 回看我之前的成就日记 或者是翻开相册 找到这张图 告诉自己 别管过去发生的那些 在这个当下我能够掌控自己的生活 在沃普模型的发明者布里埃尔奥廷根的专注中 有大量的实验证明了沃普能显著提升人们的行动意愿 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去他们的官方网站上去看看 根据作者的介绍 沃普模型是由两个子模块组成的 分别是心理对比的部分 也就是WOO的部分 然后另一个是执行意图的部分 也就是P的部分 我们这里重点考察心理对比的原理 这个很有意思 设定一个愿望 想象它带来的美好结果 以及可能遭遇的障碍 奥廷根发现 纯粹美好的愿望 或者是完全悲观的想象 都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人们去展开行动 只有将两者结合在一起进行想象的时候 人们才会具备最大的行动意愿 他写道 20世纪90年代 当我的研究初次证实乐观的幻想 无助于实现梦想的时候 我很失望 我之所以要研究人的幻想 并非仅仅出于兴趣 而是希望幻想能够给那些 在实现大大小小的梦想时 遭遇到困难的人以帮助 它若是不会给人带来改观 那我的研究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我开始考虑 能否在幻想的过程中 干预一下 进而扭转局势 使幻想变得有助于实现梦想的 尤其要指出的是 既然乐观的幻想会令人放松 松弛下来 我是不是能够找到一个办法 利用幻想将人唤醒 给他们动力 促成他们的成功呢 我认为 让人行动起来的最好办法 就是让他们心怀梦想 然后立即将阻碍梦想的现实 放在他们面前 我将两者的对质 称作心理对比 注意下面这句 通过心理对比 我可以将幻想放在现实的基础上 避开其令人松懈的副作用 将其作为一个工具 唤醒人行动的动力 我的研究表明 心理对比 能够帮助人做到两件事 一是在愿望讲得通时 让其快马加鞭 二是在愿望不合理时 抽身而出 它就像是一个自我调控的工具 帮助大家 合理分配智力 精力 体力 不仅是追逐梦想 而是明智的追逐梦想 心理对比之所以起作用 作者的解释是 他将幻想放在现实的基础之上 唤起了人的行动力 这个解释很重要 但是还能更深入一些 还能更抽象一些 就是我要提醒你 下面做好准备 我们要从教育学和心理学的范畴 进入哲学的私径 这样的进入 看似有些突兀 但是非常重要 它是我们后面继续深入 展开的基础 做好准备 我认为在 关键之处在于 通过对比 一种差异被我们识别了 就乐观的幻想和悲观的幻想 都是纯粹的幻想 但是两者对照之后出现的差异 才是现实在精神世界头下的实相 打引号的实相 这里的差异 也可以被理解成一种落差 现实 我们这个现实可以加个引号 在精神现象学的意义上 可以被理解成一种 永远无法消除的差异 和一种永远在变动的落差 就没有差异 我们无法认识任何对象 我们没有办法制造任何意义 对吧 我们上一期讲过的 没有落差 我们不只是没有办法设定任何目标 我们甚至没有办法想象未来 回忆过去 就更没有办法认清当下 所以我们所谓的打引号的现实 其实是由无数差异现象和落差 构成的一种场域 熟悉我节目的朋友都知道 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说法 控制论的学者 语言学家格里格里贝特森 我们曾经引用过他 他认为 人通过归纳来学习知识 对吗 但新知识总是来自于那些 不能完全归纳进 你有模式的心理性 换句话说 它来自于差异 在贝特森看来 符号和信息的本质 它就是造成差异的差异 他举过一个例子 就是一个人砍倒一棵树 我们会说 有一个人砍倒了一棵树 我砍倒了一棵树 似乎有一个完整的主体和对象在场 对吗 但是这是一个幻觉 他认为 整个事件应该被理解成一个差异的循环 我们应该把这件事情描述为 数种的差异 视网膜中的差异 大脑中的差异 肌肉中的差异 斧子运动中的差异 数种的差异 等等等等 这个循环中传递的是一个差异的不断的转换 记得内容很重要 如果你没有听懂 就停下来 反复看一下 换句话说 就是乐观的想象是一种归纳 悲观的想象也是一种归纳 但是它们两相对比的时候 没有办法被归纳的新隐性就出现了 这种新隐性它唤醒了我们 比如说 神呼吸之后 把手机藏起来 看一张很有哲理的图片 然后来自我提示 同样的行动 在别人的要求下 做是没有效果的 因为那只是符号性的 同一性的指令而已 重点不在于 这些行动多么有新意 而在于 它来自于 我们自己的设定和选择 是我们惯性日常里的一种新隐性 它的意思是 就是日常 它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归纳 你的生活就是一个巨大的归纳 经由这种新隐的选择 我们重新把自己带入了一种差异之中 这个时候 我们就摆脱了那种 对日常生活的归纳 因为这种归纳是一种 符号性的理智的幻觉 我们就进入一种差异生成的现实 我们就在这种差异生成的现实中 收获了一种自主感 我觉得更准确的表述 可能是心理对比 把现实带入了想象 这个现实是 括号由差异生成的现实 或者说 它把我们的想象带入了现实 括号由差异生成的现实之中 两者是一回事情 作者在原书中 它没有提及这一层哲理 但是他也大概点出了问题的关键 他说 与心理对比相比 乐观的幻想会令人心生愉悦 并且不耗费什么脑力 我们的研究显示 在能够自发的做心理对比的人里 他们往往是在感到伤心的时候 括号 因此能够更敏锐的感知到 迫近的麻烦 和有必要针对愿望 立即采取行动的时候 才会用到心理对比 比如那些更喜欢思考挑战性的人 但总体而言 心理对比不是大多数人 在日常生活中能够自觉使用的 为了收获心理对比的最大效果 你得有目的地将握盆用到潜伏的愿望 或者面对的状况上面 事实上 我们曾就心理对比的大脑反应做过研究 结果显示 在做心理对比时 大脑中负责意志 记忆以及生动整体的思维的区域 或异常活跃 这种情况 与人在正常休息时的状态 或者是紧紧幻想未来情景时的状态 是截然不同的 一旦我们穿透了WARP模型 再回来看看Grow模型 这个局面就非常清楚了 Grow这四个字母分别代表了 目标 设定教练的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 现状 明确当前的状况 选择 可供选择的策略或者是行动方案 意愿 该做什么 何时做 谁来做 以及怎样做的意愿 它这里的现状直接就是reality 现实 在结构上 这两个模型简直是孪生兄弟 我们完全可以把 讲起WARP模型是举的例子 套用在这个模型上面 毫无违和感 人类果然是在用不同的语言 说着相似的道理 Grow模型中也出现了 目标与现实的对比 对吗 我们先把这个注意力 从模型结构的相似性上挪开 Grow模型的发明者 约翰·惠特默 在他那本著名的高绩效教练中 提醒我们 如果我们能从书中学到什么 那就是觉察和责任感 他提到这两个点 他说这两个东西 比Grow模型本身要重要得多 他认为这种觉察和责任感 是获得行动力带来改变的一个关键 而要获得这样的觉察和责任感 一个非常有用的策略 就是提出强有力的问题 他举了一个很妙的例子 所有球类运动中 盯住球当然是非常重要的 但盯住球的指令 实际上会让你做得更好吗 不会 如果会 那我们很多人都可以在运动场上 表现得更出色 这里要插不一句啊 Grow模型一开始是运动员训练中的一个教练模型 后来才被泛化到了商业领域 我们都知道 高尔夫球手在放松的时候 击球会更直更远 但是放松这个命令 会让高尔夫球手感觉更放松吗 不 这可能会让他们更紧张 如果命令一个人去做他需要做的事情 反而不能产生我们需要的结果 那么 什么会让我们达到目的呢 来试试提问吧 你在看球吗 你会如何回应 或许会有点抵触 或许还会说谎 就像你上学时老师问你是否在专心听讲时 你的反应是一样的 你为什么不看球 你可能会更加抵触 或许会做一些辩解 我就在看球啊 我不知道 因为我正在想我的握拍动作 或者更诚实说 别问了 就是你让我分神 让我紧张的 这些问题并不是强有力的问题 但请想想下面这些问题的效果如何 那个球朝你飞过来的时候 是朝哪一边旋转的 当球这次过往的时候 高度是多少 这一次或每一次他反弹起来的时候 他的旋转会变得更快还是更慢 当你第一眼看到球旋转的时候 他离你的对手有多远 与其他的问题相比啊 这些问题从完全不同的角度的出发 引出了下面四个重要的影响 第一 这类问题迫使球员能够真的看球 除非他们看球 否则他们不可能回答出这个问题 第二 球员会比平时更加集中注意力 才能够准确地回答出问题 因此提供了更高品质的输入 第三 需要给出的答案是描述性的而非评判性的 所以不存在自我批判或者伤害自尊的风险 第四 对于教练来说 现在的提问 对他们的反馈回路有好处 他们可以验证球员的回答的准确性 从而来了解球员是否聚精会神 他提到 放松的命令会让选手更紧张 我自己的解释是 当我们听到放轻松这样的指令的时候 我们不会注意它的字面意思 而是会把它理解成一种同一性的符号指令 它就像一句咒语 它会直接把我们拽入一个令人紧张的情境中 这个紧张的情境是我们记忆中一系列 类似记忆折叠而成的一个幻象 或者叫一个原型 这个原型它是消灭现实中的相活的差异 而当球这次过往的时候 它的高度是多少 这个问题之所以是强有力的 是因为它提示我们关注差异 对吗 或者干脆说 这个问题它引导我们穿越了那个同一性的幻象 进入了由差异生成的现实 还记得惠特莫的原话吗 它迫使我们真的去看球 对吗 或者我们可以借用贝特森的说法 我们也可以说这些强有力的问题 就是造成差异的差异 它是我们长时间麻木 长时间迷糊 长时间耳鸣之后突然听到的 一个鲜活的响动 所以在书的最后呢 惠特莫还总结了十个在 他的这个教学中 实践中行之有效的这个强有力的问题 其中有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这个问题是 如果你知道答案 那会是什么 就如果你知道答案那会是什么 我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跟自己会这样的对话 就听上去是很蠢的 我知道答案我还问什么呢 那会那么嘱咐我们说 这个答案并不像听上去那样蠢 如果有人那样回应你 你要继续问 如果你知道的话会怎么样 就写到这里 我就突然意识到一个事实 就是我们其实比自己想象的 要智慧的多 要敏锐的多 要敏感的多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只是习惯性的麻木不仁 对吗 我们不是不知道 我们只是懒得自己去想 我们活在一种 我们叫惯性中 对吧 被日常 并这个被归纳出来的 被拼贴的严严实实的日常 遮蔽的太久了 类似的强有力的问题还有 如果没有任何限制 会是什么样的 如果你的朋友处于你此刻的情境 你会给他怎样的建议 想象一下 你会和你认识到的 或者是能想到的 最聪明的人对话 他们会告诉你做什么 毫无疑问 这些都是能激活我们的 觉察力和责任感的问题 惠同默在书中有一句话 我觉得非常点题 他说 对于觉察到的事物 我们对其拥有主动权 而没有觉察到的事物 却对我们拥有主动权 在我看来这句话 几乎点出了自控力 把引号的自控力的全部的命令 就自控其实是自觉的外延 对吗 自然的延伸 当我们的觉知被蒙蔽的时候 自控就没有办法弹起了 就这个意义上 卧普和growth是同取同工的 就是都是在引导我们 觉察差异的现实 然后穿透 同意的幻象的提示词 对于这些经典模型 我的建议是 如果你目前缺乏行动力 没有办法很好的 完成设定的目标 那么务必花精力 认真的深入的践行他们 只要你是人类 那么这些提示词 就一定是有效的 相信我 我是实践过的